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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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烘天的操作要講的是籌碼 籌碼有很多 第一個有資券 有借券 有大戶 我們大戶散戶有幾把庫存 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 然後有三大法人 這都是籌碼面的 那資券就點進去到主畫面裡面的融資融券 上市上櫃上市 一般而言來講 資券我們會點第四個 假設是昨天好了 然後開始算 算完以後 你用滑鼠對面點兩下 你就可以知道 融資增加最多的是什麼股票 融券最多增加的是什麼股票 然後用管輪往上翻一下 就可以看到融券減少的 那這邊 你可以看到融資減少的很快 那烘天的好處是你可以隨時怎麼樣 直接按F8 進入那個什麼 K線圖 就會看到融資的變化 跟融券的變化 可以一直一直看 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借券呢 在這裡 一樣我們看下去 借券這邊就每天有日期 然後你可以看借券增加的股票有哪些 那還券的股票有哪些 那還券的股票有哪些 一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F8 那借券的K線圖在哪邊 我們滑鼠這邊點兩下 我們這邊有一個融資券 它放在融資券裡面的 借餘額 那各位可以看到 然後借增減 就是每天變化的 比如說昨天呢 增加了 借券增加了6814張 各位可以看到 然後這個是曲線圖 那各位可以看到 借券的變化 融 這個是聯電 昨天借券第二名 六千多張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今天就跌 今天沒怎麼漲 昨天大跌 然後有達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參考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融資 這個是借券金額 借券餘額 借券餘額最主要是看 現在借券 就是外資空的什麼股票 空最多的就是這些股票 各位你看 這個長榮 空很多 空到11萬張 雖然外資好像很看好 可是事實上而言來講 他空蠻多的 就長榮海韻 他高榮就空很多了 這裡慢慢有回補 融資跟借券 我們講完以後 我們要講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點進去 這裡面有現貨的 有期貨的 有選擇權的 有法人連續買超 連續買超的 我們今天第一個講 上市股票 各位可以看到 你點外資買賣超 第一名就是 這個元大台灣50 是不是台灣50 50反1 原大台灣50反1 買超第一名 日月光 然後紅海 然後你也可以看 投信買超的第一名是什麼 然後你也可以看 投本筆 經濟 這個 我們就要改一下 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看投信 所以就看投信買超 然後 累計圖 各位可以看到 投信買超 買賣超的 所以各位 三大法人 就從這邊找資料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是三大法人 全部的 就點這裡 點兩下 你現在看外資 你就看外資的 你要看投信 就點我投信的 那 你要看外資 賣超的 你就管你往上翻一下 就知道 昨天他賣了什麼股票 賣很多 OK 那投信賣什麼股票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好 這是現貨部分 再來三大法人 第二個 大額交易 大額 期貨商品 那這個就是看 這個 前五大法人 前十大法人的 期貨部位 買方32% 賣方54% 就是前五大 前十大到49 跟67 這個賣方的 力道比較強 比較多 所以就是看這裡 然後按ESC回來 選擇權呢 我們看期貨 期貨就是口數 昨天呢 空檔回補了3000多口 然後還有27000多口空檔 這是外資 我們就以 外資為主啦 資金商也可以看一下 資金商有2萬多口多單 回來 ESC 三大法人呢 再來就是 選擇權 選擇權就在這裡 變化不大 那口數呢 目前是昨天增加了 5000多口 然後 再來 連續買超 這裡就是 外資買超第一名 剛剛我們看到 台灣 台灣50反1 第一名 然後呢 這個 日月光 然後 紅海 買超第三名的 對不起 外資買1 就是買超第一名的 買超三 就是連續買天 買超三天的 買五就是連續買五天的 那股票就會不一樣了 那連續買五天的話 如果它在底部的話 那這個股票可能怎麼樣 有機會 布蘭特原油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外資 買白超 連續買五天的 越來越少 這個是 就是 加斯達 元泰 那各位可以做參考 那投信是一樣的 所以銀商也是一樣的 那賣超呢 就是 賣天賣三天賣五天的 就是這些股票 台積電呢 賣了五天 再來呢 這個籌碼分析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 大戶賞戶排行榜 給你點進去 然後上市股票 點完以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用大戶章增 目前來講就是 我們要看大戶章增 那增了什麼股票 大戶數增 大戶章 大戶章增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用法是 大戶 佔大戶的比 那 大戶數增 大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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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九百多萬張 我們要怎麼去查 這邊有一個 極寶庫存 大戶章 好 增 極寶庫存 極寶庫存 極寶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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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判斷 這個 大戶數增加還減少 極寶庫章